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 勞辱命鍋燒麵 這是這間店這邊的樣子 粉絲推薦說這家鍋燒麵很好吃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從店名就可以感覺好像 這家店好像很操 店就有一個很可愛的Mark 感覺生意好像還蠻好的 OK 老闆講說從名片點 感覺蛤蜊蜊蠻新鮮的 這個是全部的菜單 老闆你好 我要部隊鍋 然後要烏龍麵 部隊鍋是固定時新拉麵 OK 那就是新拉麵 那就是新拉麵 好 那我還要一個味噌鍋燒 然後意麵的 有需要加麵加料或全加嗎 請問雙倍料是什麼意思 雙倍料我們原本標準裡面都會有一套 就是蝦子、蛤蜊、肉片跟火鍋料 那雙倍料就是全部都變雙倍 那我可不可以雙倍料 我想要多加蛤蜊 那你要把其他東西換蛤蜊 對對對 可以嗎 好感謝 第二個料是只要換蛤蜊 然後還有200黃瓜 好這樣一個325 好那內用就是這幾桌 好那就是先點完餐 然後先鐵上 小小的電聲音也蠻好的 好 好謝謝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這個小黃瓜好像還不錯的樣子 好甜甜酸酸的 好冰冰涼涼涼算蠻開胃的 它算是傳統的那種小黃瓜 但是我覺得它比較甜 甜度比較高 算是有甜有醋哪有大蒜 但是它最看剛開始的味道是甜 所以我比較不喜歡 我比較喜歡是那種 酸一點然後蒜頭味比較重 這個就比較甜 對吧 所以分數我覺得是70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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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自己比較沒那麼喜歡 OK嗎 OK嗎 來謝謝 哇喔看起來很豐盛耶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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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啊 泡麵啊 好吃吧 嗯 那料都到位了 應該味道就不差了 嗯 嗯 新拉麵 很辣 很辣 很辣喔 很辣 很辣 你喝喝看 湯很辣 很辣 因為新拉麵本來就很辣 嗯 就掛麵的那個樣子啊 嗯 還好啦 好 感覺那個 不都過看起來很豐盛 好那我這個是有加了雙倍的蛤蜊 你看 所以湯頭一定很鮮 嗯 嗯 這個全手蛋 全手蛋我不來送你 好再吃小礦丸 嗯 嗯 嗯 好吃 感覺可以 電影的客人全都是女生 只有我就是男生 哈哈 嗯 好吃 嗯 好這個很傳統的風味啊 我覺得我換蛤蜊是對的喔 蛤蜊很鮮 嗯很棒喔 嗯 很好吃 傳統風啊 嗯 好我很喜歡這樣湯頭很鮮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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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蠻好吃的喔 然後 肉片就肥肢吃這樣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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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,我覺得蠻棒的 好,那用料都蠻用心的啊 嗯,好吃 嗯,因為多加蛤蜊湯頭就比較鮮甜了 嗯,這家店感覺是女生會比較喜歡的店 等一下,大概好 男生大概可能要再加一坨麵 因為我還沒有,還沒有飽,大概五分而已 好,但是不錯 好,那分數我覺得是蠻正的 好,火雷鍋蠻多料的 嗯,嗯 我家買個泡麵 然後加一堆東西,就變成不對勁 嗯 感覺有韓式嗎?還是台韓混血? 嗯,就是 我們一家買個泡麵啊 加料 嗯 我們家每次也會加一些起司啊,香菇啊 嗯 就把它加進去啊 嗯 好 好 那你覺得幾分? 好 好 蛤蜊算小顆,但是真的蠻新鮮的啊 好,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各位來就祝我們用三一塊 掰掰 好,再來就接近走上一小段 看 好像一個理髮店啊 神秘的小巷子 好,所以一定要在外面停好車再走進來吃喔 好 好,在那個韓菜100對面的巷子 好,今天天氣也非常的熱啊 好,那各位來就祝我們用餐一塊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一塊的週末 掰掰